政府调整检测要求 即日起认可快速检测结果 多个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站人流大减 疫情持续严峻 检测需求大增 近日在检测站做的检测 要等7天或以上才有结果 政府更新检测政策 包括是维风强检之后的定期强制检测 或者是一般强制检测改为快速测试 没言之市民不需要再到社区检测中心那里做检测 而快速测试程阳性亦都不需要再做核酸检测确认 在则如冲舍区会堂的检测中心 早上仍然有市民来拿筹 但未见人龙 有志愿检测的市民赞成政府做法 避免了在这么多人流的地方排队 或者预约滞留的情况 对我们来说也快知道结果 在新政策下 酒店、机场员工等高风险群组的人士 由现在每两天或者三天一次强检 改为每七天一次 期间会派快速测试报 而在王大仙广场对开的流动彩影站 来检测的市民也不多 拍丑机也都显示不需要轮后 整个登记和检测的流程大约10分钟完成 有市民认为有专人采样比较好 快速始终都是自己测的 这些会准一点 因为它连喉咙都叉了 如果住附近其实我不介意每天都来 至于由检测营办商找到初步阳性的个案 亦都会直接视为确诊 不需要再交到卫生署公共卫生 会员服务署处处复检 即日开始多个流动彩影站 亦都停止运作 包括收盾游乐场 大埔体育馆 长沙环体育馆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吴家軒对道 无线电视记者吴家軒对道